請陳委員齊麥質詢 巡答時間為30分鐘 梁啈斯 recess 主席各位同仁,請教一下院長還有高部長 engag 烏彰院長 叶勝 志祥部長好 委員長 我本來是沒有打算要進行施政總質選 因為現在是政府看守時期 當然很多的一個重大的政策 在看守的狀態 當然維持現有的一個政府運作 穩定政局 讓政權能夠平安的過渡接軌 我想這個大概是 現在張院長最重要的一個工作 所以我本來是不打算總質詢 但是今天我特別來總質詢 當然是有特別的意義 也有更重要的事情 這個重要的事情是不關乎說 這個院長你再任院長 或者是說你卸任院長之後 很多同仁幫你做了生涯的規劃 當然張院長你在學術界科技界是素有好評 我也相當的敬重 謝謝 那你在政府部門的一個服務也謹守你的本分 包括台南的一個救災等等相關的這些工作 我想你的表現這個是可受社會公平 那我就不再贅述 但是我覺得一個人在公部門服務 這個當然是一個福分 那也是一個機會 可以來有更多的權力 來奉獻給這個國家 服務更多一個人民 我想作為一個行政院長 那張院長這個是一個福分 我不曉得張院長你同不同意我的看法 我想從四年前軍道政府來到 今年五月十九號 對我來講個人生涯來講 是一個挑戰也是一個貢獻的機會 會把握每一分鐘把事情做好 那我也希望說 同樣的這一份這個羞恥 那院長在卸任公職之後 也能夠再保有這個赤子之心 不管是在公部門 或者是在民間 能夠做更多的一個事情 為台灣這塊土地奉獻你的心力 那尤其張院長過去在科技界 這個我很多科技界的一些朋友 也都非常稱讚這個張院長 那我也希望說回到民間社會之後 能夠有更期待的一個亮眼的一個角色 那不是說院長做完 然後回到民間社會 那所有過去這些 你所熟悉的議題 關心的議題 那你就殺手不管 那我覺得這個恐怕不是作為一個讀書人 或者是作為一個知識分子 自由人應該要做的 所以我今天質詢的一個重點 並不在於你的生涯規劃 我質詢的重點是在於 在今天蘋果日報的頭版 他特別提到說 白色恐怖有千件的這個密件外流 爛收案你懲處四個降校 在驚報這個千件密件外流 那這個問題就有趣啦 那懲處的這個名單 我今天我當然到目前為止 我還沒有看到說整個詳細懲處的一個名單 從建築報當雜誌 那部長 你是願意說明一下 因為這個懲處名單 這個是在我們國防的一個體系裡頭 軍政軍令 人事的一個懲處調遷 這是我們國防部長的一個責任 理論上來講 這個是屬於三軍統帥權的一個部分 院長是不應該有太多的這個言語 來評價說這些人事的一個升遷 或者是直接來做人事的一個宣布 那我想問一下這個部長 最新的懲處的名單 最高的層級到哪裡 現在我們昨天晚上了解到 遵照我們的了解 就是直接參與辦案或在指揮辦案的 就是我們國防部的保防安全處處長 還有台北憲兵隊的隊長 現在今天我們早上會把它調離限制 讓這個調查能夠比較公允 那政戰局跟憲兵指揮部指揮官 這個許昌中將呢 我們會檢討他的行政的責任 我們他們也有督導不周 或說一些沒有把這件事情 能夠督導得很好的 我們也會來做 立法院外交委員會 昨天也給我們一個禮拜的時間 來把這相關的事件 所以媒體在特別提到說 這個文政國中將 跟許昌中將的一個寄過 這個是空穴來風 沒有這件事情 不是寄過 剛剛跟委員報告就是說 我們後面要檢討他們的行政書師 那寄過呢 這個我們正在做 報告委員 因為這兩天 跟委員報告 這兩天我們這些相關人員 通通在立法院或到一些地方去 我們昨晚是利用晚上的時間 大家來開會 我們要把程序走完 這個我們會盡快的把它做完 好 這個我等一下再回頭就叫部長 那個院長 是 這一個案子啊 當然這幾天沸沸揚揚 那從整個辦案 是不是符合正當法律程序 包括搜索的過程 甚至是包括說 這一個在蒐集證據的一個過程裡頭 確實是有很多 觸犯刑事訴訟法 或相關刑法法律的一個相關的規定 那這個不是我今天要問的一個重點 那這個問題的重點是在哪 在哪裡呢 這個案件 這個院長你注意聽 這個案件 是所謂的這個軍事安全總隊 在網路勤收 然後 軍事安全總隊 又打電話給這位衛姓的這個民眾 軍事安全總隊 當時到陪同憲兵到衛家 去取得相關文件的時候 雖然在這個過程裡頭 有憲兵的一個參與 但是其中 軍事安全總隊的角色 其實才是這一次事件裡面 我們要特別注意的一個地方 那按照 相關的一個法律規定 我們在情供法 國家情報工作法 第三條的一個規定裡頭 第二條它規定說 本法主管機關為國家安全局 那第三條它特別規定 所謂的情報機關 是指國家安全局 國防部軍事情報局 國防部的電展室 另外一個單位 國防部軍事安全總隊 所以它是在法律所明定的 所謂的一個情報機關 好啦 那 軍事安全總隊的前身是什麼 它是過去的反情報總隊 那反情報總隊的前身是什麼 在戒嚴時期 當時的警備總司令部 所有的這一些 當時的所謂的這一種 冤獄 所謂的冤案 這一些的一個製造者 警備總部 解編之後 解編解編之後 這些相關的人員 有一些跑到海巡署 因為它的一個相關的一個 工作的一個劃分 有一些跑到警政署 當時的警政署 有一些就跑到軍中的反情報總隊裡頭 所以換句話怎麼說 反情報總隊 它當然有一些 譬如說我們過去的兩棲蛙人 收集這些情報 它也是隸屬反情報總隊 但是它有一部分 是來自於過去的所謂的警備總部 好 所以我今天要跟院長就交了就是說 那你既然了解說 軍事情報總隊的前身 是反情報總隊 反情報的前身 是所謂的警備總部 那換句話這次去執行搜索 執行這個所謂的這個 要扣押相關的文件移送法辦 這一個軍事情報總隊 是從過去的這個警備總隊 這樣一路走來的一個 沿有的一個歷史過程 那這幾年 包括反情報總隊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想院長你假如不健忘的話 包括江國慶的命案 包括說我們軍中 所謂的這一個狗屁倒灶這些事情 包括什麼將官 怎麼通姦啊 婚外情啊 或者塑行不了喝花酒啊 等等這些幾乎這些狗屁倒灶的事情 都是我們軍事安全總隊的這一個部分 在這幾年 中門在處理這些事情 所以 放著所謂的 情報反情報相關的一個工作 我們的情報工作 譬如說我們派我們的這個 所謂的這個間諜 到中國大陸 去蒐集 或者全世界其他國家去蒐集情報 這個是我們軍情局的工作執掌 那我們的反情報工作最重要的事情是什麼 就是 這個軍事情報總隊他的一個執掌 他的職責其實是在反情報 那反情報簡單講是在幹什麼 就是在抓北碟 就是在預防軍中被北碟所滲透 被中國共產黨或者是中國所滲透 他其實在工作的執掌是這樣 結果我們的軍事安全總隊這幾年的工作 就是專門在扯這些狗屁倒灶的 人家講難聽一點在狗屁倒的這些 他們不浪丹這些鳥事 所以對於軍事安全總隊的這幾年的這個效果 其實在社會上是引起相當大 極大的一個爭議 好啦我回歸到我今天質詢的一個重點 那安全總隊去把這些資料 要收集去意義這種所謂的這個檔案相關的這個部分 把這些人員以所謂的洩漏國家機密的這個部分 以辦案用司法警察結合憲並用司法警察的力量 去把這些資料本來就不是所謂的國家機密的這個部分 安置一個罪名叫做這個所謂的這個洩漏國家機密 或者是張戶罪等等這個部分去發動這種所謂的司法 用司法偵辦的這個程序去做一些處理 所以院長這個就牽涉到一個相當嚴重的問題 那假如說 假如說 過去啊 這些白色恐怖的這些檔案 我想這個高將軍 這個高部長也在這裡 過去警備總部在處理 在白色恐怖時期啊 在處理的這些案件 是多如牛馬 這個到目前為止 還有很多這些類似的一個案件 都還在偵辦當中 所以 第二張圖 這一個是孫立仁將軍 這個過去 被 威權時期的這個警備總部啊 羅茲罪名 以他的部署郭廷亮將軍 郭廷亮上司的上校 郭廷亮將軍的自白 就把孫立仁將軍啊 在 台灣 軟禁了將近30年 那郭廷亮將軍呢 當時的上校 他後來啊 因為自白 又減刑 所以他 原來判處死刑 後來無期徒刑 那後來因為減刑 他後來又 他逃過了一命 到目前為止 包括孫立仁將軍 或者是郭廷亮 等等這一個部分 他們過去的這個相關的這一個案件 我們到目前為止都還沒有看到說一個歷史平反 或者是所謂的還原真相 讓這些過去高部長 你過去的長官 你過去的在軍中裡面的這些相關的這個部署 能夠得到一個平反 或者是回復他的一個名譽 讓歷史的真相 能夠重見陽光 到目前為止都沒有任何的這個機會 所以我不曉得說 院長 你聽我講到說 從剛剛的這一個所謂警備總部反情報總隊 到這一個軍事安全總隊 這一群人 從過去的所謂的警備總部的移序這一群人 當時這幾個冤案 包括孫立仁將軍 郭廷亮上校 跟後來的這些所謂雷震案等等這些 都是從警備總部所發動的 好了 過去威權時宜是警備總部所發動的這些案 後來遺留下來這個單位 然後再派議員結合司法警察的力量 去收集這些情報 這算哪門職的說 政府在 所謂的 落實所謂的社會公平正義 或者是落實所謂的 正義 院長 這個正義在哪裡 這一群過去是快自首的人 然後現在 在已經 事隔解嚴已經數十年的時間 這些人繼續去把過去的這些 他們所犯下的這些罪行 把這些檔案回收回來 那你告訴我說 他回收這些檔案 他沒有任何的政治動機 或者他不想掩飾什麼 院長我不相信 院長我不相信 報告委員 我跟您報告 這個您可能質疑 我了解了 可是這個整個當年的他們的想法 是因為保護安全總隊很了解這個單位 它是要速攤防碟的 它針對我們國防部的任何的機密文件 或者類似以前的文件外露 它有責任要去了解 為什麼會外露 一個是我們內部出了什麼問題 一個是誰持有這些文件 他是以這個想法去 他並不是要去掩飾什麼事情 也不是您剛剛講的警備總部的延伸 不是這些事情 我說這些人我剛剛講的很清楚 他人員的一個移動 當時的一個解編 很多人 除了剛剛到海巡署 警察警政署 有一些就是跑到我們反情報總隊 這個是過去的一個歷史的一個包袱 那第二個 我也不太同意說 這一個 部長你剛剛講 講得這些話 為什麼 我剛剛講 他的工作室反情報 你也很清楚對不對 你是要去抓北爹 結果你把這些一般的民眾 你把他當作匪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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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洩漏國家情報 這個 這一個犯罪嫌疑 把他當作犯罪嫌疑的人 在偵辦 所以我才在講說 現在 安全總隊 或者是我們的政戰局 專門在幹一些狗屁倒灶的事情 真正的匪諜不抓 我們在2013年 當時還擴編了 這個安全總隊的相關的 這個原額的一個編制 對不對 我們要求說 要求我們的軍方 去做好保密旁諜的工程 就是要抓北爹 結果你去找 過去的 去找這些百姓開刀 找一些小百姓開刀 踐踏人權 各位我們保防安全總隊 對保密防跌這一段 他是有他的績效的 他這幾些年來 你講的沒錯 在擴編以後 就是因為 我們要了解到 台灣的保密防跌的重要性 他也有一些實際的一些攻擊 這個我可以私下 找人去跟委員報告 病院長 我剛剛在講 就是說 在整個這個過程裡頭 當然會讓人家覺得說 這些相關的 這些歷史的檔案 你必須要做保存 對不對 所以你要按照檔案法 相關的一個規定 這些那麼珍貴的這些史料 在我剛剛所秀的第一張 蘋果日報今天的頭版頭 在在生公司.com裡頭 有簽建的一個文件 包括裡面最重要的 包括孫立仁將軍 或者是郭廷亮當時上校 雷震案 你不覺得這些案件 在這個轉型正義 在台灣追求 這個公平正義的一個過程裡頭 這些案件必須重新診識嗎 院長你同不同意我的看法 從哪方面來講 那個首先委員講的 不管是孫立仁或是雷震 這些案子的確是 從歷史的角度上 應該要去再多了解一些 另外第二個角度 你都完全對這個事情 你都不清楚啊 孫立仁案件你都不清楚啊 我知道有這個案子 但是細節不清楚 細節不清楚 我是說對於雷震跟孫立仁這些案子 從歷史的角度來講 的確是值得去多了解一些 但是從檔案處理角度來講 他們原來有一些檔案處理的規定 那這個規定 他們當時不管是要消費 或是要怎麼樣 都有這些文件處理的規範 他們基本上是照文件處理規範在處理 所以如果說真的要把這兩個角度平衡的來看 是可以想辦法去設計一些特殊的法規 來做一些彈性的處理 這個我等一下再叫院長 部長 你長期的軍旅生活 孫立仁的案 你總是瞭解的程度 你會比我們的張院長 過去在科技間他可能這個部分 因為白色恐怖 或者過去解言這些訊息他不清楚 那你應該很清楚吧 孫立仁將軍的一個案 他 孫立仁將軍當年是 孫立仁將軍 你相信他們 他們真的是涉及北諜判亂 當時所判的這個案件嗎 各位委員報告 當年其實這個案件 在我們台灣大家都有討論過 而且我記得我們國防部曾經 蔣部長也去過孫立仁將 孫立仁將 那意思是什麼 都沒有人敢正視立案調查 這個我回去瞭解一下 你講的平反跟這一段 監察院有調查 監察院有調查 說這個是願意 但是這個是僅限於監察院的調查 難道 高部長 你對於過去昔日的這個部隊裡頭 德高望重的這個前輩 過去的這個冤案 你都沒有想說要平反嗎 你都沒有想說了解歷史的真相嗎 你都沒有想到說 假如這個是冤案 那我們要還孫立仁將軍 一個騎馬的一個公道嗎 孫立仁將軍的案 當時不是只有孫立仁將軍一個人耶 株連的三百多位 他的部署 不是升遷受到影響 甚至中日被以北諜 所以 監控他 所有的這些部署的這些相關的 不管是他的一個升遷 生活 等等 這個部分 被受政府的打壓跟壓迫 所以 部長 你僅告訴我說 你作為一個過去你們軍中的同袍 你們的前輩 你只告訴我說 這件事情 我們還要做了解 我們還要做調查 就這樣 不是 這個事情我跟您報告過了 這個是一個很遺憾的事情 就這樣 昨年國防部 是有 針對孫立仁愛 有去 孫家 探訪 你不認為說 他那段時間是不是有幫他做什麼 院長 你不認為說這件事情應該重啟調查嗎 你不覺得說 隨著這些機密資料 有一些現在已經流落到民間 你應該站在你的 這個 我們行政院的立場 應該要求國家檔案局 或相關的主管機關 把這些所有的檔案 全部政府 不管是購買 或者是要求說 拜託這些相關流落在民間的這些資料 全部都回收 由國家來做一個 有系統的 對於這些過去的歷史冤案 應該要做一個 重新的一個調查 還原歷史的真相 讓這些人能夠得到平板嗎 你都不願意做嗎 我們政府這幾年做了多少 結果你們不是這樣 你們是派了當時的警備總部 所遺留下來的反情報總隊 派了所謂的安全總隊 從打電話 從 到 這一個 陪同偵訊 到所有去取得資料 你全部都是由這個安全總隊的人員陪同 還是 剛才跟您報告兩個角度 你 李懿 請 請 李慶元委員昨天在某一個電視節目 就特別了他手上還有很多相關的密件 他有一些白色檔案的恐怖資料的一個相關的資料檔案 你要不要派線邊去找他 要不要 我想就像您剛才講的 國防部那個今天報紙的頭版 寫說外面有一千多份文件 我看這則新聞裡面好像國防部是覺得應該要去了解 所以同樣的道理應該是 流落在外面的文件國防部都應該要去了解 應該怎麼樣 要去了解 不是了解 院長講那麼久 我不要說你過去的一些歷史的案件你不清楚 對不對你現在國家法律的規定 你就是要按照檔案法第十二條的一個規定啊 這些原來檔案他有沒有建黨 他這些資料是沒有造冊 這些過去遺留在民間社會包括很多228的檔案 228基金會後來去跟很多民間的這個機構 收回來的很多過去遺留在外面 流失在外面這些歷史的檔案 我在這邊要求說 院長 我一開始我對你的期許那麼高 我在跟你講到說 你未來的一個包括你的工作 或者是說包括你在民間社會 對你這個行政院的一個期許 你應該是在這邊你要公開的下令 要求國家檔案局 把這一些包括五零年代六零年代 這些所謂的這個機密檔案 能夠盡速以國家的一個力量 回收保存 這樣你做得到做不到 我想這個方向是可以的 但是技術上怎麼來做 方向是可以 方向是應該要做的 方向是應該要做的 但是 方向上是應該要做的 因為畢竟是國家的檔案 流露在外面就不對 那我要求說 所以技術上怎麼做 我會請國防部 跟這個 因為這裡面還牽涉到檢調的部分 所以到底怎麼來做 技術上我們回去檢討 設計一個做法來做 院長 我再給你一點時間 因為我假如說 在這裡就把話這樣打住 我覺得對你不公平 我的意思是說 這些過去流利在 流失在 這個台灣民間社會的這些 國家的重要這個檔案 我們政府 你應該要下令 國家檔案局 盡速把這些資料全部回收 然後 作為一些 我們剛剛在講到的 這些歷史的這些案件 這些未來的一個調查 或者是未來一個平反工作 你應該是要趕快下令去保存 你假如你今天不下令 等到520之後 有那麼三個月的時間 我真的不曉得說 這些資料 流失到哪裡 我假如是彭孟吉的後代 我絕對去現在 就去趕快把所有的過去 他經手的這些 白色恐怖所有的資料 我都回收 我假如是過去負責警備總部 我是負責人 我一定擔心說 我過去做了哪些 狗屁倒灶的事情 做了哪些 破壞人權的事情 甚至是 作為這一個 破壞這些 所謂的這個 相關人員的這些事情 全部的資料 我全部都回收 其實委員 我跟您報告 所以這件事情 刻不容緩 剛才我跟您回覆 精神上面跟您要求 是一致的 我只是說技術上 您剛剛說 是不是國家檔案局 我是說技術上 到底是怎麼來回收 哪一個機關來做 我們回去 來研議 但是方向上面 這些東西是 的確應該要盡快回收 院長 我真的是不希望說 你精神上怎麼樣 技術上怎麼樣 我覺得這個是 一翻兩瞪眼的事情 策略上 這個是大師大悲的事情 好不好 這個其實讓我回想到說 這個我在過年的時候 我在家裡 看了一部電視劇 當然是改編小說 在敘述衛進南北朝 大梁王朝 狼牙榜的一個故事 當時的這個 赤燕軍首領叫林謝 被大梁這個皇帝 就因為功高震主 他個性的一個猜忌 把過去的他的這些部署 這一個 包括赤燕軍 全部八萬多人 這個當然是歷史的 過去的這些小說 真實性 我想這個是恐怕是 有質疑 有問題 但是他過去的一個 歷史的故事 確實是如此 所以 當時所謂的江左盟的盟主 江左梅朗梅常蘇 就是為了他的一個父親 跟他的一個赤燕軍的一個聲譽 那一路的這個平板 狼牙榜的故事啊 就是在敘述這個過程 我們今天 台灣要走的轉型正義這一條路 尤其這個 部長 高部長 你在軍旅 在軍隊 你過去的很多同袍 包括孫立仁將軍 包括郭廷亮 包括甚至當時的這個 自由中國的這個雷震 當時很多 就是被 當時的警備總部 以莫須有的罪名 孫立仁將軍 僅因為郭廷才 被毛仁鳳 詐騙 而稱 說 你趕快承認 你的長官就沒事 結果就 後來 郭廷亮就因為自白 就害了孫立仁將軍 被軟禁了三十年 終其一生 他的子弟 他的家人 他的朋友 授及株連的人 過著暗無天日的一個生活 院長 難道這個部分 我們 作為 一個新政府 或者是說 我們作為一個政治人物 難道在這些事情 我們難道沒有得到一點反省說 轉型正義的工作 或者是說 平反歷史 平反孫立人 我剛才前面就跟委員回報說 從歷史的角度來講 這些事件都是值得去深入了解的 院長 部長 我在這邊 我要求平反孫立人 我要求平反雷震 我們的政府 過去的這個政府 對不起這些人 尤其在軍旅中 有很多不是檢舉 像我們在這個魏先生所公布的這些相關的一個資料裡頭 這個人檢舉他是北碟 他的姊姊是北碟 沒有證據 反情報總隊當時 嚴刑拷打或者是警備總部用嚴刑拷打的方式驅打成招 像後來的這個江國慶的這個案件 這個比比皆是 這個比比皆是 我們台灣面對一個民主鞏固的時候 面對一個過去的這些歷史的時候 難道我們真的是說 作為一個自由人 包括你跟我 我們今天也許再朝再遠 難道我們都沒有勇氣 去面對我們的一個歷史嗎 難道 部長院長 你看到魏先生的資料被收 你難道只看到說 這個只是憲兵 個人的一些問題嗎 你難道都不會想 考慮到說這些珍貴的這些歷史資料 對於平復台灣的一個社會 歷史的傷痕 有那麼重要嗎 你難道都沒有想到說 這件事情所引起的對於台灣整個社會的一個震撼 到什麼程度你都不知道嗎 你難道都沒有考慮到說 這個讓過去 所謂的白色恐怖的一個事件 再重新上演 上演的人 原來的這個所謂的安全總隊 或我們的政戰局 這批人 是從過去整個威權體制下來 這一些應該要被接受調查 或者是說應該 在整個權力的一個行使上 受到最大節制的一個單位裡頭 這些人去碰觸相關的這些檔案 或者相關的這一些 這個平民百姓相關的這個 相關的一個關係 你怎麼這個單位到現在 講簡單一點 就是 軍事安全董事 在主導整個辦案 我們當然會懷疑說 背後這個到底是什麼 是掩蓋歷史真相嗎 是讓整個台灣社會 還陷入過去的一個歷史的 這個糾葛裡頭嗎 所以院長 我剛剛 跟你說的就是說 卸任後 你願不願為轉型正義繼續努力 院長 卸任後 我以一個民眾的角度 會對這些事情 會持續的關心 我以一個民眾的角度 會對轉型正義 持續的關心 民進黨現在正在推 這個促進轉型正義特別條例 我真的是希望說 院長 這個把繳在立法院審議 我們行政院能夠共同參與 能夠投注更多的力量 也能夠歡迎院長 在你卸任之後 你不要去跟人家 人家在講台北市長那個之後 害你的啦 你應該為這塊土地 留下更多的一個貢獻 大家一起努力好不好 院長 部長呢 部長 好 謝謝 謝謝陳委員的質詢 謝謝張院長 以及我們國安部高部長 現在請楊委員政務 質詢 詢答時間為15分鐘 主席我們請張院長 請張院長 請張院條 請そ EsteeBER 表達一下對我們全國的婦女同胞表達 對他們平日辛苦 工作上面 家庭上面的心情 表達最高的謝意 好的 謝謝院長 這樣才符合你暖男的形象 非常謝謝院長 也謝謝在座的我們副院長 以及各部會的首長 非常謝謝在520之前 剩下為期不多的時間裡 明天院長還要帶隊到金門去 所以我明天要去金門 我想這也展現了說 不管在什麼時候 我們行政院對外島還是非常關心的 特別是攸關外島發展或民生的一些 相關的這些建設或者需求 我們還是有必要去了解 那我今天傍晚也會趕回去 明天一早會在金門共和院長 也會陪院長把您的行程好好的走一遍